如果伦纳德拒绝前往猛龙报道,将触发阿龙佐莫名条款。根据最新报道,马次用伦纳德和丹尼格林交易得到德罗赛、雅各布布尔特尔和一个2019年的受保护手沦先1-20顺位保护,并将立刻提交联盟交易申请。 但在这之前,多位消息人士透露,伦纳德表示不想为猛龙效力,猛龙高层也表示,虽然双方交易已经达成,但他还需要通过体检,这可能存在伤病隐患,并且还表示把伦纳德长久的留下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 在伦纳德无意为猛龙效力的消息后,联盟紧急发布通告,伦纳德又义务在一周之内前往猛龙报道,如果无故拒绝,他将会面临猛龙交易成功后,和NBA的上面制裁。 在联盟历史上,有针对这种交易成功后拒绝为新东架效力的球员的规定,名为阿龙佐莫宁条款,处罚内容为禁赛和经济处罚,此条款要追溯到2000年,热货队员阿龙佐莫宁,在得知被交易之猛龙后又是猛龙,多伦多是个什么鬼地方,拒绝前往,猛龙一再催促,他一再拒绝,猛龙没办法, 把他买断成为自由球员,联盟为了防止此类现象再次发生,于2006年发布了阿龙佐莫宁条款,但个人认为这个条款很鸡肋,细想一下,如果罚款的话,能罚多少,顶多几万美金,对于现在联盟球员的工资来说是九牛一毛,进赛就更鸡肋了,球员本来就不想为新东架效力,你还进赛,这不是正合了他的意, 他高兴还来不及呢